杨晴急救何润东?只怕压断肋骨。 杨晴和润东两人既浪漫为美的额头指吻,在十四分之四、六、播出的TVBS欢乐台翻墙的记忆中,为拯救昏倒在地的何润东,杨晴除了对他进行人工呼吸,还使出神力女超人的力气, 背起身高185公分的何润东向外求救,这些举动也让两人在剧中关系产生更进一步变化。 而郭炳超扮演的角色修哥也于本周正式现身,一出场就展现不凡的大哥气势,让导演和润东私下笑说,要惹谁都好,就是不要惹他。 翻墙的记忆中,十四分之四,剧情安排杨晴撞见忽然昏倒在学校走廊的何润东,随即上演一出英词就帅戏码,女生不仅要施行人工呼吸,还得一肩背起男生向外求救。 杨晴为忽然昏实呈现心肺腹苏术,CPR,开拍前就不断反复观看相关教学影片,还不断在片场旁认真练习,他说,担心心不对,压错位置要重来,又怕太大力把导演肋骨压断,因为压下去使Peter要憋气,怕他会很不舒服。 没想到正式拍摄时因为动作幅度大,杨晴头发一直挡住脸,画面重拍了两次才OK,让杨晴直说对导演和润东有些不好意思。 不过之后女生背起Peter的条段,纤细地杨晴一下就背起高大的河润东,让杨晴惊讶表示,我手臂大概是全身上下力气最小的部位,那天真的不知道哪来的力气,开拍那一瞬间,可能是角色将于心上身一心只想助救人,就背起来了。 郭品超这次在翻墙的记忆中扮演修哥,是何润东在剧中高中时期很崇拜的偶像。 他表示跟何润东多年前第一次拍戏后,就一直期待再合作,无论以何种方式。 他笑说,盼道现在十几年,总算再次合作,一起完成他的作品。 身为好友,郭品超知道何润东想当导演,已经想很多年了,这次在拍戏现场看到何润东指导动作戏,发现处女做的他对每个镜头,动作都要求非常确实。 不忘称赞说,Peter第一次倒戏,但我觉得已经起码十年功力以上的那种感觉。